一个物楼公司公主被控2020年在旺角岛路 判囚7个月 案情说2020年6月4日 五百多人在浪河方和亚佳佬街聚集 有人叫光复香港等口号 五十多人冲出马路 又有人将围栏拖出亚佳佬街 警员采取拘捕行动 58岁物楼公司公主曾子良承认一项非法集结罪 法官林伟权说被告等人扰乱社会 只是因为警方迅速行动 集结时间才是暖站 没有引致严重的后果 误判他入狱7个月 他另外被控一项抗拒警务人员罪 获传党法庭不予起诉